公安局资料库泄漏 反正已死4亿人 神鬼先知康宇言 台湾要出大事 恐震撼全世界 中国再死500万也能接受 清华教授被全网骂翻 前共军军官在美空军基地赴请购地犯请 美国朝野震动 日前 评论员行仁涛撰文在看中国指出 上海公安局的数据库泄漏了中国疫情内幕 文章登出不久 该网站随即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黑口攻击 上海公安局数据库泄漏世界 是2022年7月初 上海公安数据库遭入侵 黑客在网络犯罪论坛公开出售的中国大陆居民信息 和警察案件数据的一起大规模资料泄漏事件 包含逾10亿居民的个人资料 有23TB海量数据 两位不同的安全研究者证实 数据库中一个包含姓名 生日 地址 身份证和身份证照片 在内的数据表大约有9亿7千万行 行人涛说 7月看到这个消息时 我以为黑客只拿到上海公安局的部分数据 因为黑客也不容易拿到全部资料 毕竟中共说中国有14亿人口 但今天从技术角度 再去研究上海公安数据库泄漏原因 却发现黑客拿到的不可能是部分数据 而只能是完整的数据库 因为黑客声称 这个数据库被托管在阿里云上 是从阿里云上拿到的上海公安局的搜索备份数据库 当时专业人士就指出 阿里云上的这个数据库是完整的 公安局数据库的全国人口也就是10亿左右 和中共官方宣称的14.2亿就相差4亿 那么这4亿人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只有大规模疫情死亡才是合理解释 这几年 大家一直认为 中共搞的清零封控政策是很愚蠢的 劳民伤财还没有效果 中共动不动就封锁小区 转移小区人去隔离点 因为大规模转移人口 反而会增加感染机率 其实 狡猾的中共的目的是用封控转移疑似感染社区的手法 来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 封控是在封锁死亡消息 转移疑似人口是在移动中 打乱了原有的社区联系 才能更有效掩饰真实的死亡数字 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社区联系 感染社区的死亡数据才能掩盖 这个情况 前几个月的新疆官员也在开会中被拍到 视频中他亲口承认 封控清零才能掩盖死亡人数 说死几个就死几个 而到2022年11月 疫情已经在国内更大规模传播 中共用清零政策也已经掩盖不了了 中共就借着白纸运动放开封控 又用社会群体免疫的借口来掩盖中共的草菅人命 行人他表示 看新闻报道 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说 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四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五亿人 李大师说 上次SARS出现的时候 中国死了两亿人 多年后 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 马上放开二胎制 三胎制 行人他表示 由于中共的掩盖 真实数字我们拿不到 但我们可以去合理地算一下 2022年7月 中国14亿人减去上海公安局数据库的10亿人口 等于4亿人口 约有4亿人没有在数据库中 即使我们扣掉一亿没办身份证的儿童等等异常情况 再结合最近几个月 中国疫情大爆发 死亡数据骤增的情况 说中国三年的疫情 死亡人数4亿都还是保守数字 毕竟中国人口基数大 每年正常死亡就有1000多万 而疫情期间 每年10倍死亡率 在中共极权控制下 也是可以掩盖的 之前 中国首期用户数 骤降的新闻 也更是侧面证明了 中国人口大量死亡的事实 行人涛说 中共祸国殃民现在还在掩盖疫情死亡人数 妄图逃过被人民抛弃的死局 可惜天网灰灰 中共的灭亡已是定局 但在这其中的我们 却要赶快找到活路才能得救 不给中共陪葬 天灭中共 三退保平安 大瘟疫面前 去退党网站化名登记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这里就用一个读者留言来做结尾 三年多 死4亿人 平均摊下来一天三十几万 全国有两千多个县 一个县一百八十人 所以没有多少感觉呀 而一个县又有几十个乡镇 上百个村 只是最近这一个多月死的人比平常更多 来势汹涌 在农村到处看见办丧事 很多城里火化不过来排队几个月 自己拿计算器算了一下 两千多个县 一天去世一百八十人 一年下来又一亿多 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更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行人涛 公安局数据库泄露反正已死4亿人疫情的文章 在看中国发表以后 该网站随即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黑狗攻击 似乎是触到了中共的痛点 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不打自招 英国通灵者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 被称为当代诺查丹玛斯 据英国《每日星报》1月15日报道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预见到台湾将会发生一场对全球造成严重后果的意外事件 这个意外事件可能是两艘潜艇或两架飞机发生碰撞 或者是有人触发了类似的意外事件 然后事态变得失控 帕克解释 他所说的意外事件将成为当前台海紧张局势失控的一个导火索 在这个意外冲突中 俄罗斯站在中共一边 让事情变得更糟 美国站在台湾一边 这意味着亚洲国家之间的任何冲突都可能升级到戏剧性的程度 帕克说 这起意外冲突将会引发更大冲突 可能会对全球造成严重后果 这将成为未来两年最严重的事情 帕克认为 这场关于台湾的冲突将发生在今年 帕克强调 冲突的规模可能会变得相当大 甚至会使俄乌战争显得微不足道 他说 我觉得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与此相比 俄乌战争相行见处 显得苍白无力 帕克曾做过多次准确预言 例如 川普当选2016年美国总统 香港反送中大游行 约翰逊任英国首相 英国脱欧成功 早在2017年就预言全球大流行病 因此被称为当代莫查丹玛斯 1月14日 中共首度公布 过去一个月 中国医院染疫死亡病例 达近6万人 但甘肃区受到大陆民间 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 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蒋云忠 于14日 在朋友圈发文 被中共防疫政策辩护说 这波疫情接近尾声后 回过头来看 死的人并不是很多 还在可以进入的范围之内 他还说 就算死几百万人又怎么样 中国2021年死了1000万 再多死500万 也就是增加了50%的死亡人数 就是原来死两个 现在死三个的区别 死亡率并没有成倍提高 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蒋云忠的这番言论 在朋友圈引起震动 有人不禁问道 清华刚去世的老教授们 知道你这么说吗 也有网友指她是翻版李毅 李毅曾于2022年10月 在一场深圳湾论坛演讲中 称中国染疫死了4000人 等于没人死 随着相关讨论持续发酵 批评蒋云忠的贴文 或网页文章陆续遭到移除 目前 网络上也搜寻不到相关报道 据美国德州媒体报道称 一位来自共产中国的富豪松广信 于2016年在德州魔鬼河地区 购买了14万公顷的土地 还将在这里建一个风电厂 当年 大手笔的行为 如今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关注和震惊 据报道 被中国富豪购买的这块土地 如今市值已达1.1亿美元 魔鬼河是德州原生态 保持最好的河流之一 是很多宾微物种的家园 土地紧挨着美国空军飞行员培训基地 劳赫林基地 这块土地被收购后 孙广信麾夏集团就开始申请 在这里兴建风电厂 自去年以来 德州和联邦议员们就表态 要求政府调查中国商人的 购地投资项目 德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 一个与中共有联系的项目 距离美国空军飞行员培训基地 如此之近 很可能会威胁到 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竞争优势 克鲁兹还要求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调查这次购地案的 潜在国家安全风险 美国前任国会众议院议员贺德 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 访问时提出 为什么我们允许一家中国公司 在美国兴建这个项目 一位美国退役军官 不可能被中共当局 允许在中国做这种项目 各方的担心还有 风力发电设备 可用于为中共收集军事情报 通过接通 德州电网 可向美国发动网络袭击 或切断电力供应 而购买者的中共红色背景 也令人不安 伊万富翁松广信 现年61岁 现任广汇实业投资集团董事长 是广汇系的掌门人 早年他曾参加过 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 晋升至中共尚未军衔 福布斯称他是 大陆知名企业家和政治人物 是神秘的伊万富翁 他的净资产被估计为21亿美元 被称为孤星之州的德州 州议会刚通过一项于7月生效的立法 孤星基础设施保护法 这是专门针对来自中国 俄罗斯 朝鲜和伊朗公司投资的条款 立法禁止上述国家的公司 投资德州 诸如供水系统 电网和网络安全等基础设施